请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善性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善性大德 贤士同修 师父欢迎禅师他一再开示我们 说我们这些学员弟子 来观天查地 观察人世间的这些人事物 其实都离不开风水 就是以我们大门来说 大门就有如我们一个人的脸 门面一样 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门亲经处系密 在我们住宅不平安的人 如果说你去注意一下 这些大门的门工尺 就是我们的门工尺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财本 如果你的门工尺 它是合法的话 如法的话 家里的一切就会很平安 所以尽量就是没有风水的问题了 那家家户户都会平安 所以我们自古以来 我们的智慧其实是很多的 我们的文工尺应用上面 其实它也就是在风水法则上面 每一次法师都会开课 每一次法师都会讲的 所以大家来学习一经的重要性 就是你能够学习以后 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家家户户平安 做起事情来就会顺心了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就是即将要开课的圆东讲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 前世龙修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仁德教士 圆东讲师阿弥陀佛 这个仁德教士 也是圆东讲师 一直在这里开课的地方吗 是的 因为仁德教士 是最近两年刚成立的一个教士 他是师父那时候 已经都在开课 只要开课的讲师 能够成立教士的 尽量成立教士 这个是在一个因缘之下 是 一个同修 在把他的家里的 一个教士 腾出来让我们使用 是 真的非常的感恩 真的非常的慈悲 功德无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开放给大家来学习 我们的五千年来的智慧 师父老祖师尊的庙法 可以让大家家家夫妇都平安 真的是功德无量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仁德教士是在什么时候要开课 在国立的7月4号星期二晚上7点到10点的时间 是 礼拜二啦 礼拜二 对 所以7月4号礼拜二的晚上 如果你住在仁德地区的话 您一定要把时间播出来 来参加我们上课来接法 因为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 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的《易经风水的课程》 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喔 为什么很生活化呢 我们请我们的原董讲师来跟大家谈一下 在我们学习《易经》当中 我们有很多事情 当然每个人在生活上不可能 时都没事的 但是自从我们有事情的话 有时候要找也没地方去找 当然师父所开示的 自己学会了遇到事情 可以自己沾挂来处理自己的事情 也不用说到处跑 所以说学习《易经》 可以随到我们心处事就可以安心了 是 所以师父呢 他已在开示我们这些学员弟子 就是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为什么呢 在我们目前维新圣教全台湾有42处的道场 那我们有进百出的这些教师啊 每一位的法师讲师呢 当然你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沾挂解疑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呢 可以多学习《易经》风水 然后你自己呢多了解的时候 不但可以保护你自己不伤害他人 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常常说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现在人的寿命都很长 可以活到老 学到老 终生的学习这很重要的 那我们上课就是 依你的上课的经验 包括你自己来教授学生 当入门的老师 那还有你一直还在进修的当中 你觉得学习《易经》 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 在我这边有几个案例 就是说来这边学习《易经》的同修呢 有时候刚来学习的都会讲说 老师这《易经》会不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是 我是要跟他讲说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愿意去做 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 就譬如说 有一个师姐他们夫妻都是 我仁德教师第二班的 就是同修 两个一起来学修 但是有一段日子 他师兄因为脚伤 他关节要开刀 他因为在起了挂癌心 也不知道说去哪里找医生 他来问 我就说你们可以自己沾挂 是 他说不敢沾 我说你沾了 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去沾 你一而不敢去沾 你一而就是挂在那里 你就没办法去沾挂 是 结果他自己沾了 他把台南市、齐面医院、城大 所有大医院 都是大医院把他都沾了 结果大医院里面沾出的挂像里面 我们所说的找医生、找天医 就是看子孙鸟嘛 是 结果他沾了里面都没有子孙鸟 他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你不要关找大医院 因为大医院的医师不一定有空 是 有时候他一忙 也没办法说一定有办法去处你的事情 是 你可以从你家附近的小医院、小诊所 规模比较小一点的去沾就好了 结果他在那边也沾沾沾沾沾没有 我就跟他讲说 要不然你先送金 是 送天德金 结果他师姐也很认真 送了将近2000步的金 喔 将近2000步的金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那你再沾 他就在沾他家附近的 结果沾出来呢 就在他家附近没多远的一个空军医院 空军医院那边刚好离他家很近 是 他从他家骑摩的车到了医院 也差不多十几分钟了 是 他刚好两边都顾得到 是 我说你看 送金的功德跟你沾瓜出来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功德在那边 没错 他也很高兴 结果在那边 他师兄在那边弄刀 开完刀的时候 他家鱼温居然他从来没有 没有养的鱼 有那个 我们在说的 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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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让他抓到咸鱼 起来担保 让他们吃 是 担到 他担保得好 身体很好 是 恢复来走路什么都很正常 是 是 所以这是送金跟我们学习用金 那个益金一起并用 是 起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你来学习我们的益金风水 你就是来接法 就刚刚称如我们的原董讲师他提到的 我们就是来诵经 找我们的天衣 那这个天衣就是找贵人 包括也是一样 我们以此类推 找我们的贵人方 或者是找我们要合伙的人 或者是找我们要提拔我们的人 跟你职场很近的贵人 你用占卜 占卦 你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说 学习益金 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最好的一个地方 只要你很精进的话 每一个人从我们的益金学习当中 你都可以得到很大的顺心跟满意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学生要来开课上课 也一定要知道 我们原董讲师的电话要来报名 7月4号就是在我们的人德教室要开课 所以你可以拨打我们原董讲师的电话 原董讲师的电话就是0919-850-174 0919-850-174 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打电话 来请教我们的原董讲师 他可以一一的帮你解答 他虽然现在还在工作 可是他非常的发心 要把所有的学员好好的交好 这就是入门老师的责任性 重要了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就是说 你还要敢去上班嘛 那这些的工作可以让你说 工作也顺心 然后又拨出一点时间 来给这些学员来上课 这个时间的应用 那不简单 功德无恙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很多学员会讲说 我学了以后 我多久我才会张挂 学了多久会张挂 这个其实有的学员刚来的时候 都会在外面 人家都跟他讲 医经很困难 几乎都这样子 包括我以前要上课 也是都说 啊 你要打医经 那很难打的 对 那其实医经 在我们师傅所教的 其实起来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应用医经 是 在应用上 其实到你在初级班 结业之前 几乎都会用挂 都会用挂 都会沾挂 是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是 所以说 为什么说 我们有很多的阶段 我们初级班呢 只要你来上课 就是两年的时间是结业 这是初级的结业 而这个初级呢 就是说我们要 扎好我们的根基打基础 所以入文老师很重要 当你打好了基础以后呢 你就开始晋级我们的正期班 这个时候呢 就是由师傅亲自来用 视讯上课 或者是亲自来上课 你就会知道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说来上课的时候 你只要是有心 你可以把我们的妙法学好 还可以来接法 尤其来诵经 你可以发觉这个心法呢 可以改变你一生 真的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知道说提到 学习《易经》《詹婆》用意 为什么祖先呢 他是这么的重要呢 说到祖先的重要性 我一个学研同修 在一次阴言下 解释了他邻居 他时常说听到邻居隔壁 怎么时常都有一种 在煮药煮中药的味道 但是有一次就是 因为台南地区有一次 是登革乐打大消毒 大消毒呢 每个人都要到屋外去 结果他隔壁邻居来 他在讲说 我们这边都有人在炖那个药 好像是在炖什么中药的 结果他邻居就讲说 是他在炖中药 是 然后那个同修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样 身体上那边有问题 他就跟他讲说 就是夫妻结婚七八年了 他一直都没办法受孕 他没办法受孕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也 人家教他很多方法 就包括我们师父所传的 人家开工动土的那个圆锹 放在床铺底下 他也用了 是是是 他也找了很多公庙去处理 是 结果也都一无所 都没有办法受孕 是 我们的同修就很热心的 您也知道我们中门事务所开始的 我们懂的 我们能够帮忙的 我们这话是要帮忙人家 是的 结果那同修很热心的 就先要了他们两个的命挂 命挂煮起来以后 他两个呼吸上面都有子孙咬 子孙咬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没办法受孕 他就把他带到我这边来 问我该怎么解决 我就开始跟他沾挂 沾挂也把师父的火 包括到请他们到我们仙佛寺 五百罗汉去求职 我也跟他讲说 尼小如在这边求职 有机会遇到师父的时候 看师父有没有阴言 把你开示一下 是 结果那一天去的时候 刚好也下雨 他们两夫妻也很诚心 也把五百罗汉全部都摸透了 结果那一天天气又很冷 也晚了 五百罗汉一牵下来 也勾勾折腾 要两个小时 所以说晚了又下雨 天气又很冷 他跟我讲说 他们两个湿了 衣服都湿了 我说赶快先回家 改天有机会再来 结果他连续回来以后 我再跟他沾挂 结果他们的问题 跟他连续沾了 就几乎想得到我的问题 都把他沾了 结果奇怪子孙摇都浮在父母摇 到不能就是父母动来刻 是 他一直 我们也不敢讲 不敢讲说 这个是不是祖先了 我们就请他说 你有没有办法 现在看你们祖先奉送在哪里 打个电话回去 请你们家的人 把你家祖先牌位先照个相给我看 结果他照相回来传过来的时候 我一看 他牌位正面 就把杨氏的 就把他本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把他名字写在上面 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要拨个时间到你家去 看你家的祖先牌 有可能要请下来 这相当不如法的 对 一定是不如法 因为我跟他 人还没过王就在拜了 对 还有我跟他讲说 你家当初安神位是什么安呢 他说话也不知道 我在跟他沾个挂 祖先牌位的问题 结果真的是祖先牌位 真的很不如法 是 是 我就想说 那就过来 就请他跟他点个日子 过去看 过去看的时候 真的里面都不如法 所以说 有时候不生小孩 不是说来求老祖 还有再摸五百罗汉 甚至用各个庙法就可以生 麵角不赶到 祖先不高兴 真的不会赐给你小孩 所以我们就是法无定法 我们那人世间有八万四千种的法门 真的法无定法 但是你到底是卡在哪个因缘 你要去解冤事结就可以了 对 他就是后来就请他把祖先 因为刚好是我们新博士的水路法会 然后水路法会我们就请他把他家的祖先 先到新博士去做个双排位 中户排位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刚好回去的时候遇到师傅 师傅就跟他家师姐开市 他的子宫比较冷 不容易受孕 所以师傅也跟他开市了一个妙房 每个月的后面来联系吃七天 来联系吃到寿映为止 是 所以我们说真的法无定法 那因为我们的妙法 如果因缘有聚会 还是会怀音 我曾经有一位朋友 他的一个朋友就是想要怀孕 夫妻结婚已经七年了 但是这七年来一直都没有怀孕 也去做人工受孕 也没有怀孕做得很辛苦 但是有一次他听我在提到 我们老祖师尊是住行公公的时候 他就说我相信 因为太多的案例他知道 后来他就告诉那个朋友 他们是很有心 把车子开到我们的仙活寺去 先求老祖师尊 然后摸五百罗汉 后来回去三个多月就没有跟我联络 我也忘记这件事情 等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说 他要拿蛋糕来给我吃 因为已经怀孕了 所以你看看吧 我们把这个妙法广传 让大家可以得到圆满 这也是功德一见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学艺经 新逢我们的云东讲师 他7月4号礼拜二的晚上 就是7点到10点 要在我们台南仁德教室来开课了 如果你是在我们的仁德教室 就是仁德这附近区域 你方便的地方 欢迎你来报名上课接法 那我们云东讲师的电话就是 0919-850-174 0919-850-174 很多学员来上课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来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老师 哪里都要教风水 哪里都不想教博寡 我赶快学会赶快学会 有这个心态的人 老师又怎么跟他讲 哦 我会跟他们解释为说 我们跟师父所传的话 我们跟外面所学习的不一样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维心液经 是 维心液经所做的跟外面的武术不一样 是的 我们要学的 是 学循心建制的一直来的 是 你不要一次就想登天 你不会走就要登天 是 所以说我在讲的时候 我也是要求他们一定要送经 因为我当初刚进来 言信法师这边学习的时候 言信法师是 就是我们刚进门的时候 还没讲课之前 言信法师就会先放活业 念我 先把信静下来 先把我们的心静下来 是 心静下来以后 等要上课之前 他会先再放一个是 就师父所传的安心法剂 15分钟的时间 是 安心法剂结束以后 言信法师才开始上课 上课他是从疫经开始教 然后再来是风水 我们会跟学员讲说 我是承习的言信法师 所教讨下来的方法 跟大家 勤信建制的来讲解给 跟大家分享 是 你们不要急 绝对会让你们有一个见度 是 所以看看我们入门的老师 是很重要 我们每一位法师也好 讲师也好 其实到现在都还一直在进修 包括我们的袁东讲师 他是我们十一届的学员 还是一直跟随着师父 在进修 学习《易经风水庙法》 那当然我们法师 也都是一样在进修 课程之外 还有博士班的课程 所以大家非常的充实 为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庙法来广传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让家家户户都可以过得平安的日子 因为大学的课程就是有将近快十年了 而且自己竟然上课也很久的时间了 那这个把这些的课程学修来分享给大家 也利用一点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的重要性 大家学《易经》可以得到的好处就是说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安 对身体方面因为心无挂碍 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再过日子 做事情在事情上面是乎所传的话 在上面我们也可以再平心尽气的 很好的很顺心的去做 可以说大人小孩都很聪明 我们对客户也会成了一个真诚的心在对待 所以说师傅所开示 家庭也满一条心 国家社会见太平 所以我们原东讲师刚刚提到我们的大家学《易经》的八句真言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做事可顺心 我们常常听到说人小孩都很聪明 所以这就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地求精进 你才会有更多的圆满 那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在我们原东讲师 要在7月4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10点 在人的教室要开课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要来请教我们的原东讲师的话 请你不要客气 打原东讲师的电话 0919-850-174 0919-850-174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同时也谢谢我们的原东讲师 舒服您开课成功 感恩 祝福 同时也欢迎大家《学易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每个学易经 公司聚好 我去心 每个学易经 手印不胜 好渐心 每个学易经 家庭湾湾 一条心 每个学易经 我和社会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